一张新宇否认借老公炒作,张新宇和老公和结婚后几次被网友偶遇,似乎不太符合军人的制度规定,所以大家觉得有炒作的嫌疑。 张新宇发文替老公解释,同时还顺便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军人的有关问题,打脸部分喜欢抬杠的网友,而baby回应演技争议,baby的演技大概没几个敢出面力挺他的,但他确实在学习,自己也努力了。 新剧播出,毫不意外的又被骂了一圈,演技被女配叫打,他本人表示很虚心的接受批评,剧情越来越好看了,如果真的觉得愧对观众,不如前行钻研一下演员的自我修养吧。 三陈元熙陈晓一情变,陈晓和陈元熙婚礼上的投杀,我诉论了一众网友,但是两人进一阶段总被传不可,因为台湾男星宁安东出轨的证据都让大家怀疑是陈元熙,要是真的话,就算婚前外批了,两人间日同台,互动也几乎为例。 陈元熙多次示意但是陈晓这边没有什么回应,当然,也不排除是他性格比较闷骚的原因,4TS Sports练习商被包养,三小只出道至今规规矩只很轻敗,但是公司打算用来圈钱的练习商,陈晓带出了不少妖蛾字,前段时间被暴恋爱,现在又被抖出骗姐姐粉钱,谎称自己和爸爸妈妈吵架离家出走, 不过因为他和这位很撕撕连,对方为他买衣服买首饰等,所以范圈觉得这和包养也就没什么区别了,重点是他才14岁,句句句,小乃狗,已经多次和小女友开房了,小小年纪能有这么丰富的历史,估计排不起来了,五孟子义成清代资金组,孟子义有背景这是公正的事儿,参演的影视剧戏份比主角都多, 因为参演魔道祖师,被一代资金组,片方否认其他两位独没回应这事儿,所以孟子义被伺得更厉害了,他发文回应代资金组以及加戏等传闻,还控诉了自己遭受肆无忌惮的诅咒,污蔑造扰,PS遗兆,甚至辱骂父母等行为,表示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控制剧组,隔了这么久出来澄清,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买账,